我夜宿現在盡量跟勞工朋友的宿舍為主 那現在因為很多宿舍我們去接觸之後 不是我們本國的勞工 但是我是希望跟台灣勞工 晚上睡在一起好好聊聊天 特別一粒一休過了之後 勞工的收入 勞工的條件 勞工朋友的心聲 勞工檢查 這些勞工 高雄的勞工有沒有感受到 政府是照顧他們的 還是哪邊高雄市政府做的不夠 所以我希望睡在宿舍跟勞工好好聊一下 韓市長每做一件事 都在拼台灣的經濟 把這一次人民在去年九合一敗選之後 人民要的東西不斷的提醒民進黨 你要的是勞工政策 你長期喊你要照顧勞工 勞工你照顧到哪裡去 勞工的生活條件好不好 勞工的薪資夠不夠 還有你應該好好照顧台灣的經濟問題 你到底照顧到 所以我們看到民進黨 從去年敗選之後嚇到了 全部都在拼政治 但是韓國瑜希望提醒執政黨 拜託人民要的是經濟 但是民進黨到底聽到了沒有 那我們看到其實韓國瑜今天講的幾句話 是非常正確 現在台灣的整個價值觀 因為民進黨為了明年能夠勝選 無所不用其極 現在好像變成貪污可以 然後拼外交不行 然後包括這整個特色 包括到底要不要特色這個 或者是繼續關這個貪污犯 其實現在整個價值觀都是完全錯亂的狀態 我覺得是非常扭曲的狀況 我必須要提醒民進黨 就是說整個執政到現在 人民對於哪些事情議題是不滿意的 但是我們看到民進黨現在的整個 整個執政的狀態是 他完全去扭曲一些狀態 然後不斷地給民進 給國民黨扣一些紅帽子 但是我比較提醒說 賣台 但是很多東西回歸到實質面去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上次在談這個服貿貨貿的時候 民進黨喊了一些口號 什麼雜貌找不完啊 什麼大家都要到黑龍江去做工 就是說到現在為止 台灣的經濟 對服貿貨貿沒有過去 但是現在民進黨執政三年多的時間 台灣的經濟有沒有整體好一點 大家看不到好一點 但民進黨現在把這個整個 明年選舉的主軸定位成統跟獨 然後他要拼政治 不斷要拼政治 但不斷地給國民黨 或甚至是韓國瑜扣帽子 那但是這樣的結果 真的是國人所想要的嗎 那扭曲把國民黨變成賣台 但是忽略了人民一樣的是經濟問題 可是不要忘記就是說 民進黨可不可以玩一點新的招數 就是說你的紅帽子到底有幾個貨櫃 每次一到選舉 就用一個口號一些禮語來去掛一些紅帽 但還好我覺得韓國瑜的定調是非常清楚 我就是要拼經濟 但是民進黨為了明年的勝選 無所不用其極的 就是說把整個國人價值觀錯亂掉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其實民眾沒有辦法相信這個政府 真的沒有辦法 大家就來看說 到底台灣有沒有被賣掉 如果七天可以賣台的話 那也太便宜了吧 那不曉得被賣幾次了 然後如果每次去大陸都是算賣台的話 那台灣不曉得被賣過幾千次幾萬次了 也不要講說一般的民眾 政治人物過去以來去大陸的有多少人 太多太多了 然後有多少人過去也曾經被律宇罵過賣台的 那現在這些人呢 他真的把台灣賣掉了嗎 或者台灣有被賣掉了嗎 這一次韓國瑜去大陸一個禮拜左右 請問大家身份證有沒有換 國體有沒有換 護照有沒有因此換 國歌有沒有因此換 憲法沒有因此不見了 沒有嘛 所以我不曉得 這個賣台兩個字 大概只有民進黨拿來 感覺催眠自己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 因為你拼不了訂單 你拼不了其他的這些 這些我們所謂經濟上面 或者對人民的口袋 荷包或者生活好了 有幫助的事情嘛 所以最後讓人家看出來 就是說你執政了三年多 快四年的蔡政府 你窮到只剩下意識形態可以用 你無能到只會打韓國瑜 那你還會什麼 那這個 只是讓大家覺得說 那今天的這個場景啊 你回想到阿扁時代 有沒有覺得很像 那個感覺就是什麼 就是社會對立嘛 製造社會對立嘛 然後怎麼樣 人民 人民的這個競爭力 你國家的競爭力下滑嘛 然後政府我們看到 就不斷的製造很多的位置 然後貪污腐敗 這個這個就是 民眾最不願意看到的 結果民眾希望是說 好今天韓市長 他這麼厲害 到外面去拼訂單 如果台灣的民主 是所謂的公平競爭 自由選擇的話 你作為一個執政黨 你擁有龐大的資源啊 那你也拿出來給我們看一下 好啦 你說你不去大陸拼 那你到其他地方拼 可以吧 美國拼一點 日本拼一點 東南亞拼一點 全世界你拼一點 拼回來 訂單擺在桌子上 大家一起來比較 對不對 反正明年選舉也快到了 大家就來檢視這個 要比就來比嘛 大方一點嘛 為什麼不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呢 民眾實際上想要看這個 那我相信這個網路時代的 沒有人笨到說 相信說韓市長去大陸期間 可以把台灣給賣掉 如果把台灣給賣掉的話 你還需要去修什麼 兩岸關係條例嗎 你為什麼還去修說 將來要修 要簽和平協議的話 要經過雙公投 不是這個雙國會認證 還要最後公投 就七天就賣掉了 還要公投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前後都是矛盾的 所以很明顯 民進黨就是把韓國瑜 當成政敵 2020可能的一個政敵 而且幾乎就是鎖定它 所以現在只要有機會把它抹黑 把它抹紅 那就盡所有全黨之力 來把它抹紅跟抹黑 好